相信大家大部分人都读过三国 为蜀无三方势力互相打了60多年 最后却三家归进 由司马懿的后代建立了晋朝 可是大家知道如今晋朝 为什么少有人提及吗 因为在荒唐混乱的晋朝时期 中原华夏子民 彭扶经历了人间地狱 北方的汉人竟险些被灭族 西晋在建立后 司马家的各个后代亲王 为了争权夺利 掀起了历史上有名的八王之乱 八个王爷之间自相残杀 互相混战 中原汉人最精锐的军队 几乎在这场内乱中内耗殆尽 此时华夏周边的游牧民族 鲜卑 匈奴 杰族 低族 枪族等 眼见中原人之间内耗殆尽 于是纷纷趁机入侵中原 中原再也没有可以抵御 外敌入侵的军队了 连西晋皇帝 晋怀帝 都被匈奴人俘虏了 西晋也成为了自秦大一统以来 第一个被游牧民族灭掉的中原王朝 此时北方的王公贵族达官贵人 不思如何抵御外敌 携带家眷钱财 丢下北方的百姓 一连串全部跑到了南方壁祸 由此南方建立了偏安异渔的东晋王朝 这些达官贵人倒是能喘一口气了 可是北方没有任何庇护的汉人百姓 就遭殃了 游牧民族在北方烧杀抢掠 每攻克一城便满城屠杀 钱财和女子全部被截掠一空 国使刚要里写道 此时的游牧民族都是还没开化过的野蛮人 他们把抓来的成千上万的汉人女子称为两脚羊 游牧民族行军几乎不带军粮 野蛮人饿了以后就把这些女子吃掉 有学者统计资料显示 在五湖乱华的前期一百多年间 北方汉人遭到了惨绝人寰的屠杀 人口数量由最初的一千两百多万 锐减到仅四百万人口 随着巨量湖人纷纷入侵中原 中原便由外族湖人建立了十几个国家 其中的后召国王石虎就是杰族人 生性残暴施杀 极度荒淫暴虐 肆意屠杀大臣和百姓 但是他却收了一个汉人当养孙 这个汉人名叫石敏 残暴的石虎做梦也不会想到 日后他的养孙石敏 将会带领北方的汉人向胡人奋起反击 把这些天天吃人的杰族人灭族 在众多游牧民族的肆意屠杀下 北方的汉人几乎快要到了绝种的边缘 整个北方尸骨成山 赤地千里 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 但是后来这个人的出现 号召汉人奋起反击 竟把这些残暴无人性的野蛮人都赶了出去 扭转了北方汉人被几乎屠杀殆尽的命运 残暴无比的后召国王石虎肆意杀人 但是他却非常宠爱养孙石敏 石敏本性然原本是一个汉人 此时暂时尾身于杰族石虎麾下 随杰族国王石虎改姓时 他年少就勇敢飘锐 成年后更是身高八尺 骁勇善战 在军事方面精于战术 战功卓著 在残暴的石虎病死后 石敏抓住机会 在石虎的各个儿子忙住争夺王位时 他逐渐拿到了后召国内的兵权 后来石敏将石虎的后代 石氏 石剑 石尊等人纷纷诛杀 一生残暴无比 杀了无数汉人的杀人恶魔 截族后召国王石虎最终落得绝后的下场 随后石敏放弃石虎的姓氏 重新把姓氏改回燃 他打算自立门户 在北方重新建立汉人王朝 燃敏攻克曾被截族人占领的叶城后 在叶城中姐就被截族人关押的20万女子 截族人把他们抓过来当羊圈养起来 时不时就拉出几个人当羊杀来实用 野蛮人丧心病狂 竟至如此 燃敏想试探这些截族人 愿不愿意为他所用 于是他释出命令 愿意拥护他的人都可以来叶城 不愿意拥护他的人都可以离去 讯息一发布 北方的汉人纷纷涌入城中 而城中的截族人却如潮水般想逃出城去 燃敏见状意识到胡人根本不想拥护他 于是当即下令告知内外汉人 凡是能斩一个胡人首级送到城门的 都可以加官赏赐 燃敏的这一命令 后来被后人称为杀胡令 并且如今在网络上流传甚广 一时间北方汉人有了靠山和统一的领导 纷纷向胡人反击 一天之内就斩杀了数万胡人 燃敏亲自率领汉军诛杀杰族人 杰族人被汉人反击诛杀二十多万人 杰族人的尸体堆满了城外 纷纷被野狗啃食 北方的汉人由此扭转了一直被屠杀的命运 开始了向胡人的反击 在五胡乱华时期 正当北方汉人即将被胡人灭绝之时 由于燃敏的登场 北方汉人在他亲自带领下 向胡人反击 在北方汉人的拥护下 燃敏建立了燃卫国 但是匈奴 鲜卑 杰 低 枪等 十几个游牧民族数百万野蛮人 纷纷联合起来向燃敏和汉人发起攻击 燃敏与各个游牧民族在中原展开无休止的混战 史书十六国春秋记载 燃为立国三年间 无越不战 匈奴十万人进攻夜城 燃敏率领数千骑兵出击 战匈奴万人 另外三个胡人首领 趁着燃敏不在夜城时 带领七万野蛮人来进攻 燃敏集率一千余骑兵回援 打得胡人连连败退 另外还有很多战役 总之就是整天没完没了的打仗 各个胡人首领 见实在无法战胜燃敏 纷纷被迫退回老家 在各个游牧民族回撤的途中 没有粮草等后勤保障 经常相互之间不断杀伐截掠 等到游牧民族到达故乡后 活下来的人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二三 只能说是罪有应得 后来一直闷声发大财的 慕容鲜卑族突然袭击 二十多万精锐铁甲骑兵 向燃敏杀来 燃敏再次带领一万精锐骑兵 对战鲜卑人 十战十节 但是毕竟燃敏人数太少 同时他又中了慕容客的铁马连环祭 再加上南方汉人王朝东晋 也从背后偷袭燃敏 燃敏兵败 但是正当燃敏纵马撤离 即将冲出包围时 战马突然猝死 导致燃敏被鲜卑人俘虏 然后鲜卑人在班师回朝途中 抓来了五万多女子 在行军途中不断用作军粮来吃 后来剑实在吃不完 便将所剩的女子全部沉于一水 史书记载 后来燃敏在恶行山被鲜卑人斩杀 山左右七里草木全部枯萎 蝗虫大起 自五月起天大汗不下雨 直到十二月 鲜卑人派人前去祭祀燃敏 世号为五道天王 当时就天降大雪 关注我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